时间 关理上帝的时间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 第六课 我跟你们讲 关理上帝的时间 一起研究 关理上帝的时间 今天我要告诉你 怎么样鉴定上帝的时间 identification of God's time 各位姐妹 今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每一天都有带领 对不对 当然我们都在上帝的世界里面 由上帝来安排我们的生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怎么样去鉴定 怎么样去分别 现在或者将来的 或者还没有来到的 那段时间 各位姐妹 当你在寻求神的时候 你必须很清楚 上帝的时间 你是否感觉到有一些疑惑 很难吗 去分辨到底是上帝的时间 还是不是 基督徒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怕做错事情 对不对 如果你是爱主的属灵人 你必定要跟随上帝的时间 然后你说鉴定上帝的时间 难吗 不难 大家说不难 不难 因为上帝爱你 祂不会错误带领你的 祂可以清楚地跟你说话 祂会用一些方式 方法来带领你 很多时候祂不能明说 给你点圆在哪里 我曾经跟你说 祂是天机 大家说天机 天机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圣灵会感动 帮助你 明白祂的自己 我们来看啊 看大概圣经马来福音 第24章 32节到33节 马来福音 第24章 Mathieu24 Verset 22的3 耶稣教导 怎样分辨上帝的时间 大家看 24章 第32节到33节 耶稣讲一句话 祂说你们可以从五花果树 写一个比方 当树枝发论 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的时候 也该知道人子静了 正在门口 第六报告 我们天父 求主祢自服我的动静 求主圣灵 你打开他们的心眼 让他们明白你的旨意 好让他们懂得 如何去坚定你的时间 活在你的旨意里面 一生或者一的生活 一生功夫 感谢赞美你全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因为 祂的门徒问祂 几时来 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 第30岁的时候 祂开始工作 开始讲道 开始形成技能 祂也讲到好多好多的议员 也告诉祂的门徒 听祂道的人 告诉祂 祂将要上师家 祂为什么上师家 而且祂要实力复活 受难 这些他们讲了 祂的门徒们都不明白 而讲到祂以后会再来 祂实力复活了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 在数十天 众目睽睽底下 祂升天 然后祂说祂要再来 然后他们的徒问 祂几时再来 耶稣不能讲 祂告诉祂一个方法 祂说你看到乌阿国吗 大石后的人 整条街都是乌阿国 哪里都可以找到乌阿国 对他们来讲是很普遍的事情 你看乌阿国 如果开始长嫩叶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夏天静了 是吗 当你看到我所说的那一些意言 开始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日子 我将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 原来夏天静了 可以抓到了 可以确定 也可以 这个 这个 所谓的坚定 可以identify 可以分别出来的 那 他的意思呢 跟我们通常在冰城也知道 用准备 六月到八月 是什么季节 六月 你有字 六月 我也有字 所以六月到八月 是冰城 六月出场的时候 聚无聊的时候 但是在聚无聊 大家知道 对我冰城是很普遍的事情 对我们的泰人来讲 花果掌业 夏天就是很普遍的事情 然后对基督徒来讲 如果你是爱主 或者是属灵的基督徒 上帝有上帝的方法 帮助你 明白 他就带你 阿们 阿们 第一个 他会用什么方法来带你 大家来看 跟各位一起念 感动 感动 那要什么知道 是不是上帝的时间 鉴定你心里的感动 分辨你心里的感动 来我们看段经文 我以几个圣经的例子 来让你看到圣灵 常常用感动来领导人 用感动来指示人 来带你人 看几段经文 第一段经文就是 历代自侠十八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历代自侠 十一节换一个 叫做8.18.31-32 圣经这里说 车兵长看见 约撒法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 以他征战 约撒法一呼喊 耶尔华就帮助他 神就感动他们 离开他 那对不起妹 段经文记载 就是神的灵感动 于是要把这个王的敌人离开他 当时在打仗的时候 那些敌人要攻击他 但是神的灵感动这些 他的敌人说 不是他 那些焦点不是他 要离开他 这一半要攻击他的那些兵士 都离开他 看到吗 神的灵感动 我们看第二段经文 上文记上第十章第六节 1st sentence 10 verse 6 圣经这里记载 天花的灵必大大感动 你一同 受感说话 你就要变成信仁 段经文记载 就是上帝呼召 就是简选 这个简选 这个扫罗来做王的时候 神的灵感动他 他就说起一言来 神将当初的话 他从来不明白的话 未来的话 感动他说出来 再看另外一段经文 在大太书第二章八节 Valachians 2 verse 8 在大太书第二章八节 这里保罗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那感动彼得 叫他为受隔离的人做使徒的 也感动我叫我为外帮人做使徒 你看到吗 众姐妹 保罗很清楚 他的感动和彼得不一样的 他说圣灵感动彼得 是做犹太人的使徒 方能向着犹太人传回的 我的感动不一样 圣灵感动我 不叫我 只向着外帮人 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 来传回拯救他们 看清楚的 你看神的灵用感动 来带领保护的不一样 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 《天上的文家签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这里就是在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众姐妹 你看到圣灵常常用感动来带领的 什么是感动 感动就是 有一股的推动 在里面一直推着你 一直推动你去做一件东西 做一个决定 然后 做一个选择 这个推动在你心里面 一直感动 可能是让你看到彼此 可能是有话题来到你耳朵 让你听见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东西 也可能就是 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就很汪乱 直到你做了就平安 然后这股动力啊 一直在生命里 一直搅动 滚动 告诉你一些事情 感动你做一些事情 推动你做一些事情 这个就叫感动 一直带领的 引导你 一直跟你说话 一直不断的让你 心里面有一点冲动 这个叫感动 那各位姐妹 怎么样生变 感动呢 真的感动 是持续性的 大家说持续性的 持续性 它不会停止的 它不会不见的 而且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清楚的 这个叫真的感动 OK 然后呢 如果是假的感动 是什么呢 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哇 你感动了 明天不见了 那个不是真的感动 那个叫情绪波动 OK 哇 他很嗨啊 我要是梦神 我要是梦神 哭得万死 哇 有一个 明天不见了 你啦 这个是不是感动 是不是叫情绪波动 OK 真正的感动 推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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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的 使你的心 哇 不做不成 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感动的 就如爷爷理先知所说的 如果我不说 我的骨头如臂灰火 我的身体很热 我的骨头像烧的这样子 它不要烧掉 我说出来就舒服了 老爷说我 如果不传惠 我就有祸了 如果我不传惠的话 我总是感觉 有一股的法灾难道 临到我 这个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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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几位 你有没有感动过 很重要 很重要 你有没有 感动 当你做任何的确定上 当圣灵推动我 去选择一些东西的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你不祷告的 你也不寻求上帝的旨意 能令他别人 如果你是爱主的 你是可不遵行他话里的 所以你要带领 所以你会很清楚的 你越属灵 你越明白上帝的话 你越深深的要去亲近他 要去聆听他 要去可不他的旨意的话 我告诉你 他必须带领的 他的感动要在里面 让你知道他确实是他带领你的 不会错了 17岁那里 我差不多17岁我回来教会了 我就坏事了 我去做一份工作 叫打经的工作 经讲 在OE Design做工 那时候是多岁 我刚刚确实侍奉神 我什么都做 在教会里面 谈吉他 带领小组 带领青少 儿童教会 嘉宾 只要有的做我就做了 但有报告会 还什么都做就做了 那时候我的薪水盘 差不多500块 扣得EPS 剩下440多块 我每一次都送那10分之一 我剩下50块10分之一 我剩下420多块 然后呢 有一次 我记得就是帮出粮的时候 出薪水的时候 那一天 我回到家的时候 突然间我妈妈跟我讲一些事情 她说 阿伯娘 她叫我彼得 彼得 那个 卖贵的阿姐 卖贵的阿姐 两三个星期没有来 我听 务主说 祝祝阿姨 有祝祝阿姨 祝祝阿姨说 他 Axident 创折 我听说 跟我说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的创折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因为每一次呢 我妈妈是不能走路的 她在家里面 我都会放10块钱 5块钱 让她 有空来 所以有人跑进来 有人在卖东西 的人跑进来 有一些卖贵 买ice cream的跑进来 她就跟她买ice cream 买贵 这个阿姐 就时常来卖它贵的 是认识的 我也看过她几次 所以我通常会放一笔钱 10块5块 放在她家 放在那个草稀的下面 然后她就买东西 没有钱 她会多拿的 就那个那段时间 很长的时间 她没有来卖贵 妈妈不认定跟我讲 什么 我不觉得什么 我不以为人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一进入初恋的时候 突然间圣灵感动我 圣灵感动我 她的脸 这个阿姐的脸 对她 佛谢我的脸 佛谢我的脸 为什么她的脸 佛谢子 佛谢子 来照我淘海里面 把神明开始有句话 在我心里面 鼓动出来 告诉我 拿钱给她 为我笑一跳 拿钱给她 不认识她拿什么钱给她 后来我听了 冲凉了 我也不觉得什么 不觉得什么 我就出来穿一服了 然后就要去教会施工 就来报告会 当我拿起 给大家带领敬拜的时候 在这里 我那个圣灵就越来越重 她脸上 佛谢起来 很多 我那一次佛剑 摸不掉了 佛谢起来 然后 圣灵感动我 叫我去找她 拿钱给她 而且 第一个 就是那个 树木 也给我 好像是 百五 或者是两百 我忘记了 总之是要 要我的心 准备办 大概是这样子就对了 我 我在谈一般的时候 那个声音啊 越来越重 我 我心里面 我 越来越觉得 这个 是很特别的感动 但是呢 我还是 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 她拿掉我一半的薪水 她要我的命 因为她的时候的我啊 是这样子的 一个月的薪水 刚刚好过了 有时不能过了 所以我夜头呢 一拿到薪水呢 我都会去 买去烧那个 麦芸米回来 烧鸡蛋回来 如果剩下最后的薪急啊 如果没有钱 都要去烧麦芸米回来 这样一盒 过日子的 不过我还喜乐 因为我侍奉神嘛 是吧 所以她要一半的薪水 我其实要我的命 你知道吗 我还是他们都不太理他 但是我告诉你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 不能睡觉 我的那个 那个眼睛 一直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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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飞哥一直扑上来 在我的耳朵那边 一直扑上来 我不能啦 我忍不住啊 到最后我顶不住了 我开始祷告 我说圣灵好 我顺服你 你要我给 我就给 明天我放工回来 我拿这笔钱 我去找他 请你放过我 这个祷告过 我真的平常睡觉 你去工作 回来的时候 我这样回来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敢去嘛 我去找了一个伴 就是我的太太的 这个表弟 Vincent 就是这姑子的儿子 我两个就跟他分享 我说有这些事情 跟我去 给吧 我骗给你 他就摩托载我去 然后两个人就站在这个猛狗 站在那里 去哪里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认识他 也不知道他的弟子 也不知道他谁的名字 不知道什么 我说这样子啊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下去 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心也希望找不到了 就过了当地上的时候 直上我看到一个 一个伴侣 一个伴侣在走 一个人整到家 一个人过来往那边 一个人走吧 我就停摩托载下来 我就讲 阿弟阿姨啊 阿姨啊 路伯爹啊 大家家 好贵 栽 过一年 我还没有讲完 来信我 栽 哎 我再一直嘴 都吵得起 我吵得起 我吵得起 原来他住在那家 前面的老一间 他就在住了家 他直接带我 一吃就中了 我给他 就被他丢 没了 丢 没了 直接带我去他家 人口放过我了 以后 看着他 他看着我 他掉着人的石灰 他脚掉着石灰 然后我去到那边 我看着他 还有机会看着我 不认识我 我说阿姨 我是高等嘛 哪有猛狗的 拿着M2 我就嘟起来 我说 这是阿姨 好累啊 他说 说在M2 猛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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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开起来看 他一开起来 他眼睛掉下来 他说 他说阿姨 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太退了 完全没有收入了 他的妈妈等他养了 八十多岁了 他已经差不多五六十岁 他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 八十多岁很老了 我就开始坐下来 我跟他认识福音 我说阿姨 他说听 他说的求 他说爱 他说求我 我还能跟他说 因为满足 因为你 因为信他说 他直接过来 阿姨 那一天我就带你 他信耶稣 开始关心地 阿姨 然后带你 他信耶稣 以后我信很高兴 他的问题几前 我的问题开始了 对不对 我心里变半前 没有 不过我告诉你 四中神 中常很高兴 什么 很喜乐 我们的喜乐会超越 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说算了算了 谢谢 很潇洒 上去安排 这样子我就走了 很喜乐 觉得星期都很喜乐 我忘记得到了星期五 或者是另外一个星期五 好像是再来一个星期 还是那一天晚上 我忘记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我去到一个bible study 就是一个牧师 我常去那边 跟他一起查经的 他就教过我们圣经 我去那边谈吉他给他的小组 谈吉他给他的小组 一边唱 他就教了我们圣经 我就从那边学英文 参加英文的查经班 然后唱了过后呢 他的牧师就读一个安排给我 那时候我不是传道人 我也没有跟人家讲过这件事情 除了我的太太的表弟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 读一个安排给我 我就问他 我看着他傻傻 我就问他什么来着 他说你不要问 我也不会跟你讲 同志你收下 那个人也不要跟你讲 所以你收下就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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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 一下来 假摆 走到外面 我就急不急待了 我很紧张 开起来看 我一开起来看 我也没有掉下来 里面两倍 所以我给这个安哥钱 两倍 两倍 还是我不让上帝 好 我现在给上帝没有亏欠我 没有亏欠我 我在那个马路旁边 我留下 我眼睛 我感恩 我说 你万一自在 太奇妙了 你是信之主 感动 Amen 感动 一个真的感动 就是你不做不成的 他一直推动 一直推动 这叫感动 所以明白吗 上帝会通过感动 让你认识 就是鉴定 分别他的时间 然后当你感动 不清楚的时候 没有关系 等 让他再感动你 如果是圣灵的旨意 他会不断的感动你 感动到你不做不可以 明白吗 所以圣灵就是这样 给代理了 不用担心了 他不会带错了 第二 我们来看 怎样鉴定 是上帝的时间 大家跟着我一起说 平安 平安 鉴定你的平安 identification of your peace 平安 当你要知道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上帝的时间 你要 check 心里没有平安 心里没有平安 那你这样就把我问你 心里没有平安吗 你找个男朋友 你心里没有平安吗 这个很重要啊 你换个工作 心里没有平安吗 你拿个笔钱 心里没有平安吗 这个平安 你要 check 你心里面的平安 我们看这两个人结婚了 来 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五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五节 而且上帝的家后 书第三章 十六节 接上帝的家后 书第三章 十六节 圣经这里记载说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的心里面做主 大家跟着我一起说 平安 平安 在你心里面做主 在你心里面做主 你们为主蒙昭归了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再来第二段经文这里说 愿平安的主 随时 随时 亲自给你们平安 大家说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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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事情 他会给他平安 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有平安 他感动了以后 他去 鉴定要不要自信的时候 他的平安在他里面 对不起 我告诉你 如果一件事情 你要做决定 但是不平安 千万不要动 千万不要动 你要继续祷告 除非你不跟随主 你也不在意 有没有上帝的代理 他都别话说 如果你是属灵人 愿意将生命交给主 主的代理 不会错的 而且主要带你 具体作用 正值公义 而且蒙福的道路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到 但是在前面 他已经要带你 到外面 所以 你让他带你的时候 你就鉴定 如果你做一个决定 人家的老婆 带着这个老婆 有个人的老婆 哎呀 心里很乱 你要小心 祷告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如果祷告 祷告平安了 是的 心得平静 如果越倒灶越乱 越倒灶 我心里面越 不好受 很乱 总是很怕的感觉 很紧张的感觉 很焦虑的感觉 我告诉你 不要乱动 不要乱动 那个可能 很多时候 不是上帝的自己 上帝在阻碍 阻碍 使你 不要去踏入这个陷阱 对不对 今天 你要坚定上帝的时间 你必须学习一个功课 大家说 等后 等 等 所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 你心里面很乱 不确定的时候 你要感动 你觉得 够清楚 等 是你的 就是你的 所以上帝如果给你的话 我告诉你 他们会拿走的 他会等你的 你也应该是他了 你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心里面完全平安 清楚思想的 看到了 听见了 再走下去也可以的 人就是急 急物事 急了就使你走错路 走长路 阿妹吗 所以你要怎么知道 放地的时间呢 平安 我去美娜的时候 上两次我 上两次我去美娜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他常交代我 是做tuna fish的生意的 因为 tuna 他的场非常大 我 大很大 然后这个弟兄就跟我讲 一个见证 牧师我可以讲 一个见证 然后他在跟我讲 他说我的 我的丈夫在之前 要把一片银 来开另外一间工厂 OK 然后 Agent 就我设他 一片银 OK 然后 他就看了 非常喜欢 OK 就说 所有人 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这边 他真的很喜欢 飘看 很厚大 OK 而且 假钱也不贵 然后他开他 也能介绍他 他也带领他 去看另外一片银 把这片银看得 好像不太显眼 而且很多很多杂草 这样子 看了没有 不在他心里面 然后他太太武艺进化的时候 我们祷告 祷告 当他祷告 祷告给这两片银的时候 其中片银就是Agent 介绍他片银 他太太觉得很乱心 很乱不平安 很乱 然后他丈夫因为看到那片银漂亮 哎呀 他也一定要去买 一定要去接下 然后加上那个Agent 保顺他 保顺他 他也心里面 挂动了起来 这样子 就找了很多理由 这样子 又买一片银 但是他太总是觉得不平安 叫他祷告 叫他祷告 所以不平安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后面 他的后面是 Gest的厂牌的 Gest的厂牌的 他说这样子要买 怎么办 他太也最后 有一些吵嘴过后 也顺服了 他也让他 他让他丈夫自己做决定 不过他感到 他求主 决定我 不要让他的丈夫走错路 让他感动他 感动的帮助他 帮助他 然后正要进行的 越来越 越来越Q的时候呢 他的丈夫就突然间 遇到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 原来曾经你要买这片银 他就告诉他 为什么他不买这片银 他就刚才要买这片银的时候 他听到另外一个买主啊 因着这个Gest的这个啊 Gest的厂牌 甚至不要 他定下那个Deposit啊 请念 浪费了Deposit啊 不买这片银 所以他听到以后 他怎么敢买呢 所以他就告诉他 你这片银买的油啊 是卖出去的哦 买了以后啊 有很多危险性 他跟他讲一大堆 就开始动脑了 后来他就决定 不买这片银 他就跑去 第一片银 就是他太太去看 大家就看到那片银 他看到那片银 之后呢 他开始觉得 你这片银也不错 在深入调查的时候 原来这片银 那片银便宜 而且更加适合开场 他就讲这个见证 给我听 那就先平安 平安 要鉴定啊 平安 妹妹吗 各位姐妹 你要最后决定 你要走一条路 你最后选择 或者要停留 或者要去到 任何一个地方 祷告 时间会紧迫我们 哇 要快点啊 快点决定啊 不然的话 这个vacancy 会没有什么 告诉每个姐妹 问不及 上帝给你的 没有人可以拿走的 阿们吗 上帝给你 哪里可以给的 这是动的呢 那是你的应许来的吗 上帝给你的赐福来的吗 阿们吗 你要相信你的神吗 你要相信天父爱你 他不会给你不好东西 他讲的吗 所以他哪里会 给你的 你哪里 对不对 所以慢一点没有关系 所以你学习 等候 去鉴定你心灵的平安 阿们吗 如果 你再分辨不住 感动了 心灵有平安 但是你还是 觉得有点怕 第三 上帝给你另外一个办法 大家各位一看 大家说 事情的变动 事情的变动 已经鉴定事情的变动 identification of pain change 上帝的祝福 一定成功的 上帝的祝福 甚至你不要 你不愿意的 不过上帝给你是好东西来的 他到最后 还是会让你看到 哎 其实啊 我走了一个没有错的 你要吗 我走了以后啊 反而我觉得说 哎呀幸亏我走了 幸亏我做了一个写定 幸亏我没有去 不然的话就很糟糕了 就这种情况产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祝福的东西呢 他会安排 他会应做 他会带领 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啊 你们所书第三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Ephesians 3 和福利比书第二章三节 福利比书第二章三节 来我们看第一段经文 圣经说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 成就一切 超过况 我们所求 所想的感谢主 上帝能用他的能力运行 运行 在你的事情上 为你安排 然后带领你 让你看见东西 让你看见世上的旨意 他会祝福 他会自平安 他会引导 使到事情都顺利亨通 你不走也不能了 就把业脸面前吧 这样子的 放心 OK 然后第二段经文 我们来看 因为你们行事 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 美意 Amen 那对几妹 当这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 他会在你的心里面感动 而且 每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生命交给他 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带领 都有他的平安 都会让你看到 事情远变的时候 他的手在那边 他的带领在那边 他要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事情远变 你不想去 但是好像一切都顺利 都是你 你走下去 你会发现到 你的事 半功倍 但是如果你结一一件事情 病病邦邦 全部吸耍 全部 全部混乱 而且你会看到 我一切都带来 很多的苦涂 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破坏在那边 你知道 这不是上帝的旨意 你快点退 飞轮也退 然后你觉得说 很可惜要退 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旨意 没费哦 你硬硬走下去 你硬硬走下去 我告诉你 你会走远路 而且会走错路 你就要付上很大的 带的家 弟兄姐妹 分辨上帝的旨意的时间 难吗 不难 不难 你只要每一天 祷告 明白他的旨意 读你的圣经 他才把你的旨意 放在你的心上 他只是在你的心里 感动 他要做哪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当你跟随着他的时候 你不用怕时间了 只要上帝给你了 没有人可以拿走 他一定为你安排 所以你就要看 去见给你心里面的感动 平安哦 平安的你就看事情的演变 一切都是祝福的哦 喜乐的哦 而且越看越好哦 越看越积极哦 越看越喜乐 踩下去 踩下去 哎呀糟糕哦 问你来给爸爸 你知道吗 是上帝跟你说话 那一切可能是讲一下 如果你踩下去 不只是你看到的 而且是超过 你 所求 所想 那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阿们 阿们 该是上帝的 所以鉴定上帝的旨意 是难吗 不难 只要你懂得这三件事情 事情上帝给你的方式 用来明白他的旨意 你必须是一个属灵人 我再说 如果你不是一个属灵人 你不爱听上帝的话 那立法别论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愿意走在上帝的旨意 你渴慕 你怕得罪神 你爱主 常常以他的旨意为首要 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 掌管人生命的生活 这种的人我告诉你 上帝不会带错他 你也不会走错路 你生的道路 你只要祷告 上帝要引导 你要祷告 圣灵要赶困 你祷告 你就可以坚定你的心和平安 你在祷告 你会看到自己的眼辈 是不是上帝的自己 当我要开星期六 的晚餐的时候 我祷告了很久 但是我开不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担心 我要25个人才开 我怕是开 如果想要两三次的话 我这样子一开 如果再两三次不见的话 我就变成三四个人的聚会 又来报名了 差不多不到十个人了 我就一直要开 一直要开 开不成 因为我必须要25个人 回去祷告 但是那人感动非常清楚 平安非常凝土 就是这条路走是对的 一定要开回堂 不然之外不能发展 人数不能增长 而且灵魂就不能得救 所以我在祷告 祷告 我的太太就领委去话 祷告 我就跟他谈了 他说你开 你开了就有人来了 你不可以以你的数目 来定上第二次一人 我说对哦 就这样子我开始了 第一次开始就有60多个人 而且每一堂都在增长 到了昨天晚上 第五次我们聚会 已经有增长到80多人了 他就不能上帝 要有两天 因为他的带领 他的带领 他必祝福 他的带领 必引导 他的带领 必互通 所以当你踏进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不要再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让圣灵带领你一生的时候 你一生不会走错路 而且你的一生要能福 阿们 你的一生能过着义 阿们 拍拍你 跟别人把他倒上 上面给你的 不会不见的 来 帮谁入味的谁入味的 谁入味的 谁入味的 你到底是没有玩意 站一起来 自己的双手